所以我们诸如此类的贪心也好 诚心也好 通过一种人事方法来可以断除 这就是人事断除要基地 很重要的 然后要什么样的方法来断除这种贪欲呢 通过一种修行 通过修行行持善法 这我们现在所谓的正能量 这个非常重要 所谓的正能量 无论是在任何场合当中 我要尽心距离地去行持善法 不要做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特别的奇怪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缘 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这样的话一方面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别人不知道 但实际上自然而然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带来 各种的不安全会带来痛苦的 如果我们一心一意行持一些善法 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 自己的一些快乐会出现 所以佛教当中修持六波罗弥多 修持菩提心 修持处理心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这些人也会有很多的因缘 这些人也会有很多的因缘